馬上來頒發 2016 紅星大獎 十大最受歡迎男藝人 恭喜 張耀東 恭喜張耀東 穩扎穩打內臉有形 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是張耀東的第五座 最受歡迎獎項 路牙芝瑪麗未來的表現 就看你的了 謝謝 離開了三年 離開了新加坡三年 能再度站在這裡我覺得是一個 很值得高興的事 我謝謝新傳媒 不斷的給我機會 謝謝 還有幾位合作過的監製 龍敏西兵 Jasmine Wu 還有我要謝謝我的經紀人 Jasmine 前經紀人張蓮華 還有AMD所有的同事 我也要感謝我的好朋友 陳鴻宇 陳愛偉大哥 還有曹國偉大哥 謝謝你們的支持 我要感謝一些 一直在身邊支持我的朋友 沒有你們 我不可能站在這裡 謝謝Alan Day IAPS Samuel Saw Emus GMS Winston Yao Richard Louis 美華姐 謝謝你們 還有謝謝Ryan Yupp 還有謝謝我家人 謝謝你們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阿東 現在名額是越來越少了 要頒發的是第七位了 現在的心情應該是越來越緊張 心跳越來越快 2016 紅星大獎 十大最受歡迎男藝人 恭喜 張震嬛 恭喜張震嬛 是今晚的雙料獎項得主 再一次上台領獎 這也是張震嬛第二次拿到最受歡迎的獎項 還有我的好朋友 Rachel 剛剛忘記謝謝了 剛剛忘記謝謝一位很重要的人 碧仁姐 謝謝你 我來新加坡十四年了 很開心能夠在這片熱土上 每天做著自己最喜愛做的事情 為自己所熱愛的事業而努力奮鬥 感謝過去的十四年每一位 對我鼓勵過我幫助過我的人 謝謝 恭喜 恭喜張震嬛 再次恭喜你今天雙喜臨滿 謝謝 恭喜 哇 看到了沒有 很多的驚喜在這裡 剩下最後三位囉 最後三位 最後的三位啊 好 2016 紅星大獎十大最受歡迎男藝人 你的朋友是嗎 對 我也認識他 你認識 認識好幾年了 認識的話那就是 但我現場有還滿多認識的啦 還好 不瞞你說 OK 認識的喔 好 恭喜 李騰 恭喜李騰 連續四年 毫不間斷地獲得這個獎項 實力與能力 備受大家的肯定 大家都期待你 接下來帶來更多的誠意之作 哇 謝謝班長人喔 我要先感謝製作單位 沒有玩我沒有把我放在最後一個 Thank you 謝謝你 太恐怖了喔 台下的我理解你們的心情 OK 首先這個獎呢 是很多觀眾朋友們票選出來 所以一定要感謝投我一票的朋友 特別是LTFC 辛苦你們 因為在過去一個月 真的是個持久戰 每一天幫我拉票 吹票 然後投票 然後也特別謝謝Live Profile 莊明雪 她一直也是在這個 很多社交媒體幫我拉票 謝謝你 然後當然也是要謝謝 新傳媒睡衣這個獎項 還有謝謝我媽媽 以及來到現場 看我主持的朋友們 謝謝你們 謝謝 恭喜李彤 恭喜李彤 李彤 身為今天的主持人 剛才的表現是最真實的 那個心臟都要跳出來了 是 是 今天的舞台 好過你上一個禮拜 你簡直就是魂飛魄散那種 我整個腳在發抖 製作單位還玩我最後一個 李彤你放心 今天最後一個更好玩 問號出來了 到底 不要露線喔 好的 我們接下來 來 2016紅星大獎 十大最受歡迎男藝人 有驚喜 有驚喜 恭喜 徐明傑 恭喜徐明傑 第一次入圍便獲得 最受歡迎男藝人這個獎項 曾經在第十八屆亞洲電視大獎 獲得最佳男配角 他的努力獲得肯定 感謝新加坡在二零一零年為我張開溫暖的雙手 接受我這個來自上海的男孩 感謝新傳媒為我的夢想起航 感謝劫持文明 你們一直都在我身邊 感謝我一如以來的博樂 Moby Kenta 光榮 Jasmine 在沒有人要用我的時候 你們為我伸出了雙手 最後 我要謝謝每一位 為我打電話的家人 是你們 讓我有了歸屬感 新加坡 成為我另外一個家 謝謝 恭喜明傑 謝謝你 謝謝你實現你的願望 你說 如果他拿到十大 他會去承諾 緋聞對象的真實 所以他剛剛已經證明了對嗎 有啦 Kiss了 Kiss了 OK 各位觀眾 現在我們要公布的就是十大最後一個名單 這個是非常具大家正義性的 一直以來在榜上我們都知道 非常熱門的有 陳羅密歐 主持人 彭桑 第三位 我的最愛 也是今年的最後一座 黃俊雄 三人 三人 真一位 是一位 六位公子呢 五位已經在台上了 所以 會不會是最後一位呢 最後一位 會是誰呢 2016 紅星大獎 十大最受歡迎男藝人 我們要一起恭喜 黃俊雄 恭喜黃俊雄 自2006年開始 努力不懈地展示獨有的魅力 年年得到這個最受歡迎的獎項 今晚的第十座成功上位成為超級紅星 給他時間慢慢講 都說 都說不要玩我了 放我在後面 我語速比較慢 從今天開始 你們可以明正言順地叫我男神了 因為我上神台啦 講個冷笑話笑一個嘛 不要這麼認真 對 謝謝道爾入行 再陪我的老闆監製導演 一直扶持著我的經理人 前輩們 還有工作人員 還有一直 一直愛護著我的 觀眾朋友 還有我的Alvinology 你們辛苦了 也破費了 又來了 不要再轉了 最後一次給我講 好好的講 OK 謝謝你們接受不完美的黃俊雄 讓他可以勇敢 執著 不一般地做好自己 每次上台替我唸一般冷漢的人 以後你們不用擔心了 那些用心聆聽 期待我說什麼的人 謝謝你們聽得懂我講的話 這是我最後一個時代的致詞 我知道你們以後會想念我的 OK 第一年 第一年 十年前第一年我 上台的時候 我說我是新人 十年後我加入了超級紅心的隊伍裡 我又是一名新人 話已經講得很白了 再聽不懂我也沒辦法了 謝謝我愛你們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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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恭喜 站在這舞台上的 十大最受歡迎 男藝人 2016 恭喜最新出爐的 紅心大獎 2016 十大